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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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一片死寂 直接听不到缠斗的声音 想来 他们三个离这里很远 要不然也会第一时间赶到这里才对 江叔叔可知道这些怨气从何而来 炎阳殿里的怨气最为肆虐 想来是温若寒生前作恶太多所致 蓝湛 你们蓝氏 在这里的秦修有几人 若是杜化 仅凭他和蓝湛合力 多少有点牵强 必须和多人之力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七人 姑苏蓝氏弟子大多修秦 蓝湛清点了一下蓝氏弟子的人数 就知道有几个秦修 很快 按照魏无羡的部署 众秦修占好各自的方位 将与孟江氏以及其他世家赶来的弟子 负责保护秦修们的安全 魏无羡有陈情在首 那些怨气不敢上前 但是姑苏蓝氏的秦修们 无论是修为还是一品灵气 都差强人意 弄不好就会成为怨气反扑的对象 蓝湛与魏无羡目光相接 心中恶然 用手抬起 一串弦音流泻而出 其他秦修当即融了进去 魏无羡深吸一口长气 将陈情送到唇边 轻悦悠扬的笛声 如同一只响剑 划破不夜天城的重重怨气 直冲云霄 正如魏无羡所料 那些怨气在不夜天受阴帖 竟然多年 哪里肯如此束手就擒 不敢攻击陈情 就把目标放在了那些 看起来比较好欺负的秦修身上 听到这边动静的薛阳等人 也赶了过来 加入保护秦修的队伍当中 被鹰铁竟然过得怨气 其极难缠 仿佛有成千上万人 在撕心累费的绝望大叫 哪怕被劈成两半 也能照样展开攻击 就算被子殿抽成一地碎渣 也不妨碍他们重新汇集在一块 一轮比一轮更加肆虐的攻击 充满了怒意和杀气 让那些修为平平的世家弟子有些吃不消 一个个汗流兼备 提于应付 拦战 镇压 嗯 身为怡灵老祖 魏无羡对怨气 有着别样的感情 说不上友情 却也不能说是无情 本想用度化 来助这些怨气往生 毕竟温室已经灭门 也算了那些人的生前执念 可如今看来 既然被鹰铁竞染过的怨气横竖都无法度化 那就只有强行镇压 蓝战指尖的调子一转 朗朗的琴音震天 其他蓝室的琴修一听 自然而然的跟了上去 此时 也顾不得许多 魏无羡略以沉吟 凄厉刺耳的敌音声声 撕裂了不夜天上空的怨气 在这黑气弥漫的不夜天 听起来愈发的阴森诡诀 琴声与笛声齐齐奏响 琴声凌凌 笛声悠悠 一再消杀 一再压制 在二人完美无瑕的配合下 横冲直撞的怨气开始收敛 被胁迫着一点点的退回 阎阳殿内 等最后一缕怨气退进阎阳殿 众家弟子除了姑苏兰氏的人 有三千多条家归束着 还能用剑勉强支撑着战力之外 其他人心头紧绷的嫌疑松 纷纷摊倒在地 他都爬不起来 与子渊气息不稳的 靠在江峰眠身边 用眼角的余光 瞄了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在大家都安然无恙 就是宛若一地躺式的悲壮模样 多少有点惨不忍睹 二公子现在该怎么办 蓝氏的弟子们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可他们家二公子还站着 他们说什么也不敢坐下 静心打坐 查看内心 是 蓝湛素来在仙门世家当中 极有威望 如今又是新人仙都 他一开口 众人无疑不照做 你怎样 蓝湛收起望鸡琴 抬手搭上魏无羡的手腕 气息略有不稳 好在灵力依旧强劲 我没事 魏无羡将陈琴插回腰间 反手探了一下蓝湛的麦西 确定他安然无恙之后 这才转身去查看江峰眠和余子渊的情况 小星辰率先恢复过来 起身探探查宋蓝和蝎阳的情况 蝎阳身子微微一晃 张嘴一口紫黑色的血液吐了出来 蝎阳为无羡和小星辰同时发现了蝎阳的异样双双奔到他身边 没事 刚才打得急了些 急怒攻心吐出来就好了 蝎阳抬手很是随意地用手背蹭去嘴角的血字 这点小伤对于自有就孤身一人 流落街头的人来说真的算不了什么 不用我调戏一会儿就好 等会儿 大家还要同心协力 将怨气彻底清除 不可浪费灵力 小星辰叛守在他薛阳万间 把麦片刻正要输送灵力 给薛阳一把挡开 大家都是刚刚经过一场熬战 灵力都消耗殆尽 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放眼现在的众人 大多已是强弩之末 若是没有万元前来的话 真的就只能拼尽全力了 魏无羡从自己的乾坤袋里 掏出一个白玉瓷瓶 倒出一颗药丸之后 趁薛阳不被塞进嘴里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他胸口的几处穴道上拍过 可怜薛阳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那颗药丸就稀里糊涂地 滚进他的肚子里 魏无羡 你给我吃的什么 我自己弄得疗伤剩药 专之怨气邪碎所伤 恭喜你 成为第一个是要之人 感谢的话你还是不要说了 毕竟到底有什么效果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给我吃下去 薛阳气急返笑 明知道眼前这个 笑得一脸欠揍的家伙 不会害自己 还是忍不住想对他两句 没人吃过 你就敢续吹是疗伤剩药 就因为不知道 才给你免费吃 若是效果好的话 以后可是要买大价钱的 到时候 你求着我买 还不一定有呢 魏无羡一脸傲娇的转身就走 迈着六亲不认的小步伐 回到蓝寨身边 M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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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V